好 下面这两则新闻都是原本安排活动出去玩 但是却相当扫兴 首先要带大家看到是在南投仁爱乡 有一辆小的乡型车 在车上是载了五大一小 原本大家从仁爱乡的庐山部落 要往这个精英温泉去玩 没有想到在半路的时候 车子却突然失控了 直接坠落了三公尺的边波 几张人员获报来到现场花了20分钟 终于将六个人都救了上来 其中有两个大人疑似骨折 其他人幸运的只受到了轻伤 原本是想要趁着年假最后一天出游 没有想到却发生这样的意外 乡型车乘客受困车内 警销用担架合力把他拉上路面 乘客套着景圈痛得不断哀嚎 乡型车上坐着万幸一家五大一小 五十八岁的妈妈受伤较严重 而开车的二女儿自行爬出车外 惊魂未定 外星一家人开乡行车从仁爱乡庐山部落 要前往精英温泉游玩 结果在马赫坡古栈道的产业道路 车子坠落三公尺边坡四轮朝天 其中妈妈跟三女儿疑似骨折 伤势较重 其他四个人只受到轻微擦伤 道路很狭小 车子不太好 可以通行 部落民众曾经劝告万幸一家人 路况不好 最好不要前往精英温泉 但他们可能是因为没去过 觉得新奇继续前往 没想到发生意外 万幸一家七口 只有爸爸骑车跟在乡行车后方逃过一劫 原本全家想利用假期最后一天出游 却因为路况不熟发生车祸 幸好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 华尔新华主理 张志峰 周大祥 南投报导